第二神的永恒 神恒久忍耐提到只是针对罪 我觉得最更重要的是指人应得的福分 神在做持延的工作 目的是使人更努力 这样也解释好了人受苦 好人受苦 罪人享乐的观念 对吗 恒久忍耐这种词本身 圣经已经给予定义了 就不要额外的随着私意附加另外的意义 我们思考自由可以 但是做神学有些事情不能思考自由 因为这个概念本身 圣经已经给他定义了 在描述神对罪人的宽容的事情上 叫恒久忍耐 你就不可以越过圣经 以我们自己的聪明 替代神的聪明 来添加额外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针对罪人 他没有即刻照着罪人应该受的刑罚 去刑罚他 而是宽容忍耐 忍耐他的目的也是要领他悔改 这我之前也讲过了上周 跟要义的同学们讲过了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也指人应得的福分 他在做公言上能量这样了解 目的使人更努力 之前那是我跟要义讲 保罗讲了神的恩赐和宽容是领我们回轨 我今天我也讲了 不是让我们纵容 但是问题是人能不能知道上帝宽容忍耐 是让我行善呢 几乎不知道 人如果不认识基督 不认识上帝 不透过神的话语认识神 人是不可能知道上帝忍耐 我到底为了什么 但是上帝忍耐 他是给他机会悔改 是吧 第二是忍耐 既然忍耐是等他给的悔改 好人受苦 罪人祥乐 这个我已经解释了 参考我的视频就行了 因为这个周二的时候 跟要义的同学们已经讲过了 再讲就重复了 言斥人应得的 觉得的是才是神最大的心意 言斥人应得的 我觉得你看你太多你觉得了 做神学就怕你觉得 你觉得可以 但是你要找出圣经的根据 我们导论的时候就说了 你做神学的思考 一定要基于神的启示 没有神启示的思考 那个不是神学 那叫人学 人去创造上帝 人去捏造上帝 这样提出这样的观点 有根据型 你的经文是什么 解经是什么 这个找出来 可以 自由思考 有思考能力是好 但这种思考不能像洪水一样 不服约束 越过河床 到处泛滥 一端都是这么搞出来的 所以保持这种活泼的思考力 但是要约束在启示的范围里面 加尔文牧师说圣经所说的我们就说圣经止步的地方我们要止步 圣经没有提及的我们总去推测猜测的话会出问题 所以注意我觉得这个表述 当然我知道你是日常用语 但是一定要注意做神学不能总是我觉得 你这种观点圣经有没有支持有没有这么主张 总是从圣经里面找资料 支持 如果自己有一个观念 有圣经的支持 那么你这种想法是符合圣经的 接受可以 但是如果是这种想法得不到圣经的支持 甚至是反对的话 那这个我觉得就要抛弃 上帝才能促进人类进步 上帝宽容人真的能促进人的进步吗 没有根据对不对 从现实上也没有根据 上帝如果不借着他特殊的干预 勒住罪人的嘴 背头绝环勒住他 利用律法的恐吓 让他惧怕刑罚 人都是动愈的 随心所欲的 没有交通法则 没有严厉的惩罚 中国的交通一直都是乱的 近几年是效法韩国那种严厉的 惩罚制度 扣分甚至拘留 吊销驾驶证等等 罚款严厉的严的法 人们开始收敛了 那种绅士都是借着法规范出来的 时间长了 成为习惯成为意识了 一开始没有红灯 大家都是闯红灯的 横穿马路的对不对 无论是行人还是车 人的本性不加约束的话 一定会是越来越坏的 不可能有进步 因为每个人创造剩余价值 成为公共的财富 那是社会层面的 那是社会层面的 跟上帝恒久忍耐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好多概念混在一起 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所谓的马克思理论的 那种社会经济学里面的 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大学 所学的那些剩余的价值等等 包括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 透过纳税富人多交税 然后好这个做均衡 这是社会制度上的 不是宗教信仰的领域 不要概念混淆 那人可以做这种社会性的善 但跟神要求的善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一个人不回转归向上帝 他所行的一切都是污秽的衣服 他所有的善都是麻布一样 在上帝面前都是污秽不洁的 不借着基督的宝血 他所行的一切都不被运 顶多是社会性的 扶个老人起来 建个养老院 盖个什么希望小学 好事 对社会上的是善 但是在上帝面前 这个善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 获得丝毫的认可 特别是在神的面前称义的 这些事情 那在今世这些行善的人 上帝可能按照他公义的原理 他既然做了一些对的事情 上帝会奖励他 只是停留在今世 跟勇士没关系 公共财富的积累 和用于人类的整体 才促进人类整体素允 这都是幻想 从哪儿学的 不信主人的想法 基督徒哪有对人类社会 没有上帝的恩典 对人人性和人类社会 抱有这么乐观的想法 连世俗的学者 他们几乎都不太主张这种观念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人的那种所谓的那种乐观的人论 其实基本上已经被打罪了 就连最先进的什么欧洲 美国这些所谓的什么民族国家 比较先进的 韩国也一样 真的是这样照着 人类社会素质就提高了吗 那人类还需要福音救助 干嘛呀 物质决定人的道德 只要物质改造了 然后人的道德就提高了 这不就是中国教育里面 教育的那些大饼吗 现在条件困难 困难所以没有素质 等大家条件好了 就有素质了 真的是这样吗 不见得 人里面的欲望 不会因为物质的加添 就会节制 就会满足 人的道德也不会因为物质的增加 而变得更有绅士 反过来 往往是越有财富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有贪心 那种私欲 那种欲望 那种地狱的火 说马皇的女儿和火 总说不够 不够 给呀给呀 人的心也是这样 这不是真言书 传道书里面都教导了这样的内容 所以基督徒还拥有这种 盲目的对社会和人类 乐观的观念 是不应该 不应该 所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